而再来关心啊 遭到人家恶意倾倒废游的高美湿地 严重的污染情况之下 已经有渔群开始在死掉咯 抢救超过24小时 那么今天上午陆军呢 就派了官兵下海吸游啊 那么清理的过程当中 不只是看到游屋 还有人丢弃垃圾在这里 那么之前还不是有歌手在这边拍MV啊 还有人开着这个海滩车在那边 哦 S型开得很高兴的 本来应该是湿地保育天堂 现在是不是快要变地狱了 迷彩服手套与鞋外加水桶和工具 阿兵哥全副武装 顶着烈日抢救高美湿地 国军来来回回踢废游上岸 另一头放下蓝油绳吸收油污 人力和机械两部分双管旗下 要防堵油污扩散蔓延 高美湿地遭人恶意 请到上万公顿的废游 油污随着潮汐在高美湿地上扩散 让抢救任务更加困难 污染面积至少1000平方公尺 国军主动出击 抢救任务没有时间限制 从南油绳一直到上游 200公尺远了这么一段 今天的进度在这边 那后面 我看后面应该还是有一部分污染 那我们会协助县政府 把这个工作持续做完 50名的陆军士官兵下海西游救生态把一桶一桶的备有人力接龙带上岸 除此之外更清理了大批垃圾 人为破坏保育区让高美湿地来到了并入膏晃的阶段 国军和民众已经出动合计上百名人力下海抢救高美湿地这一场油污浩劫死亡的动植物无可挽回 积极清理油污 相关单位还要追查到底是谁如此可恶 最近我王一朝张军东SNG小组台中采访报道